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是在那边 乱丝滩那边敲学庙城 刚刚问这个爷爷 他不知道这个玄妙馆 也不知道这个玄妙村 所以接下来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新公路吗 没有你把那个路啊 了得 了得 谢谢 谢谢 现在呢 我们到下面去问一下这些老百姓 这个玄妙馆在什么地方 跟着我走吧 我们现在去玄妙馆的路上 每次出来寻寄 我都要带这么多东西 单反 横拍 稳定器 三脚架 这些都是必备的 这条路呢 车子开不进来 只能走进去 我要找一个老百姓问一下 婆婆 请问一下 你们在这儿玄妙馆哪里啊 卷上面 大哥还有好远 阿姨 你好 你晓得玄妙馆在哪个地方不 好 谢谢阿姨 恭喜大家了 我终于找到玄妙馆了 在这个深山里面啊 这里都没有住家户的 还好找到了 在天黑之前找到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循迹中国》 我是伟豪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四川省安岳县渊大镇的玄妙馆 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玄妙馆里面的老军园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包括现在很多文物里面啊 这样的雕像是极为少见的 这里呢 有很多佛像 也有很多精美的雕刻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在文革时期 这里的佛像 还有这些雕刻 遭到了大量的破坏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目前呢 这个景区是还没有开放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跟随我的镜头 去看一看玄妙馆 跟着我走吧 玄妙馆开创于唐代 玄妙馆是我国道教造像圣地 磨牙造像分布于 一蘑菇状的平顶巨石周围 大小看枯达到了79个 石刻造像有1293区 全为唐代的精美雕刻 但遗憾的是 在文革时期 这里的佛像 遭到了大量的破坏 所有的石刻佛像 无一幸免 十分可惜 玄妙馆主要造像有 老君世家病座 真人 十二十神 金刚力士 观音 世智等 其中一座石洞中雕刻有 道教老君 两边刻佛 菩萨战像 这在全国的石刻文物中极为罕见 不过遗憾的是 道教老君的雕像头部 也是文革时期被毁坏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后面修补的 那看完了本期的 《循迹中国》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 关注我们 带您看《魅力中国》 好 关注您的青 똑같